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阿弥陀佛 欢迎您收看义公立人天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家芳 在每一年公祝王残老祖圣诞 水路大法会都会祈求神佛慈光加持灌顶 来让列祖列宗圣灵新开一节 皆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在每一次的水路法会上呢 都会需要到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智慧力以及心力 来让水路法会能够更加的顺利圆满 首先呢我们到了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法会的时候 最直接就会遇到我们的交通的问题的部分了 在今天的节目上呢 我们邀请到水路法会的交通组的义公同修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以及呼吁在我们的法会上呢 要注意的哪些事项 首先在这边先邀请我们的张师姐 师姐你好 阿弥陀佛 请师姐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二十届草屯道场的张师姐 谢谢 是 谢谢张师姐 那再来欢迎我们的游师兄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交通队第五组组长游雷震 是 阿弥陀佛 我们的张师姐游师兄呢 也在我们的交通大队上面 已经服务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平常我们都是出外景的节目 那因为水路法会之前呢 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义公同修 来到节目里面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说说有关于我们水路法会 在交通上面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在这边邀请我们的张师姐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来先说明在我们的仙佛寺呢 会有哪些的地方 是可以提供我们来停车 然后让我们方便 以及顺利的来参加我们的水路法会呢 各位同修大家好 在我们那个水路法会期间的话 我们会有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停车场 对 我们的停车场一共第一个 好我们第一的停车场就是 总本山的大门口下面下去 那个有画格子的停车场 讲到画格子的时候我顺便介绍 因为我们在水路法会期间 下面的停车场那边会有持扣 是 持卡 持卡 来讲的话也是凭持卡可以进去停车 这是第一个 然后如果各位同修 或各位各自到场需要那个 持卡的就是要跟我们那个 宣佛寺 事务部 对事务部那边做个登记 是 然后我还要呼吁一下 那个我们总本山下去的停车场 第一排的位置上面会有标识师傅用 还有贵宾席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的法师 送金法师 对对送金的法师那些 然后我们请那个 各位同修就是 大家也是行个方便 前面有彩排 有彩排 我们就不要乱乱停 乱乱停在后面 是 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天梯下来 过一个水池之后的那个停车场 对对对 对对对 是 然后这是用磁扣 那那磁扣还有在呼吁一下 那磁扣就是 一进一出 就是感应两次 那有些的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生 蛮多说 奇怪我的磁卡为什么坏掉 是 其实 对 它没有坏掉 都知道 只是使用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 使用方式不一样 可能是你不小心 有这样乱乱过这样子 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我们总本山仙佛寺的停车场 从天梯下来 左右两边的大空地 都是我们普桌的地方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过了一个水池之后 是我们的第二停车场 那边的停车场呢 都是提供给我们的法师 以及我们的诵经法师 但是我们在雪鹿法会都会邀请到我们的高僧界的一起来圆满我们的法会 那边会提供这样的工作人员来使用 那接下来的停车位会在哪边呢 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的第三停车场 然后第三停车场来说的话也是我们中门是最大的停车场 是 然后在近期来说了 因为第三停车场 会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搁置法船的位置 然后当那法船还没有放的时候 我们还会先开放给大家做停车的位置 当那个铁板铺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的管制 对对对对 这是其一 然后第三停车场在 就过去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在 左手边 我们还是那边也是有开放那个 有一个第四停车场 是 空间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延伸再下来的 第四的停车停车场这个地方 相对这个停车场也是 就是离我们的中门比较远一点 是 对那我发现停在这个 这边的停车场的师兄姐 应该也是非常有福气 你们可以多运动 多散步 然后快快乐乐的走到那个 我们的中本山 是 对对 就是如果可以 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方便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是尽量把你安排到前面 是 如果没有的话 好 很不好意思 大家就 多运动一下 是 我们互相配合 对对对对 谢谢张师姐来跟我们讲解 有关我们维新身教 我们总本山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讯息 那一般呢 我们都会印象觉得说 交通大队应该都会由师兄来做服务 很少见到是师姐耶 师姐您当初怎么会想要一起加入我们交通大队呢 呃因为是我们初级班的时候是大理期班 是 那我们我们的老师是原成老师 是 那刚好呃也没多久就是说水路法会期间 那就是希望学员们好可以帮忙支援一下 是 哪知道一支援就知道现在 哈哈哈 事隔几年了 嗯 认真讲哈我也不知道几年了 也不知道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们游师兄呢 呃其实我也是差不多欸 因为我的 那个启蒙的法师一样是原成法师 是 啊也是因为他说说 没有啦 交通队缺人 对 一起过来 然后我就说好 没问题 然后就这样子 一做就做了做到现在了 嗯 非常阿沙利 好老师说什么你就支援什么 这样子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交通队上面的成员呢 大约会有几位呢 呃我们的成员里面 从当初造册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位啊 是 可是现在因为 试过境迁 然后人来来去去之后大概 我们里面大概剩下八十几位 是 然后会有一些人因为年纪比较大 嗯 我们会出来执勤的也大概在四十左右 多位的同修这样子 嗯 那在这边也鼓励我们中部的同修 嗯 所以非常希望我们中部的各道场的同修 能够来加入我们交通队 让我们的交通队更加的壮大 然后来服务我们广大的中门同修 谢谢 谢谢 在交通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无论是大小活动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交通大队的师兄师姐的身影 在水路访会上面呢 其实在最开始然后跟结束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车流 这中间来来往往都会有很多需要来大家一起遵守的部分 一起大家配合的部分 那以往在水路法会上也是会有很多的状况呢 也会想要借节目来呼吁大家 好 那个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我想要呼吁一下 因为我们交通队执勤的时候啊 如果是以白天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在早上七点之前 我们就到了仙佛寺总本山 我们一直执行到接近是晚上六点半的时候 我们才会离开 然后就是晚上就是我们职业班的就是像我们的师兄 有师兄 年轻力壮的师兄 也通常晚上也是男孩子比较好啊 是 没错 因为我们要睡觉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一整天执勤下来来说的话 也是说不累累骗人 嗯 真的很辛苦 然后就是这方面我要特别就是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执勤完的时候就是 有些的师兄师姐也是想要去总本山去参拜 是 或者说是去做一些三宝师的动作 是 就是没有交通队在那边做管制的时候 有时候车子真的是欧白停 嗯 那所谓的欧白停就是本来说这个 这个地方这个车位 嗯 哈我们可以停两台或者是停三台 就是因为您个人的方便变成 那个地方 就变成是你的专属位置 是 然后就是隔天早上那个 隔天早上有人要停的时候就会变得不方便 是 这是其一 如果你真的要停的话 我是建议说真的是比较乖 就是停的鸡子里面 嗯 对对对对 这是其一 那其二来讲的话就是 我知道大家都是懒得走路 然后即使在我们那个新的师傅有用的 新的那个绿色跑道那个是第几 也是第三停车场 那绿色跑道 呃 大家就是乖一点就停在隔子里面 然后我知道那个有些地方有空间 但是也是因为您个人的方便 到隔天早上的时候 车辆多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挡到车道了 是 对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是 对 所以我们张师傑呢 也请我们呃 来参加我们水路法会的同修师兄师姐 在我们停车上面呢 我们可以遵守停在我们的隔子内 然后也许可能是因为晚上天黑 看不清楚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停 我们停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要鼓励大家 请大家互相配合 大家的呃互相配合 可以让我们的水路法会更圆满 那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在我们最开始的 迎中期跟送中期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的交通流量也非常大 对不对 对对对 呃我们在法会期间 在法会前的两天 就会有我们全台湾省各道场 会迎送中期到总本山 那我们之前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 各道场住持跟总本山这边都曾经开过会 就是每个道场就是三台车 能够进到那个我们天梯下来的那个停车场里面停放 可是最近几年总是会有些道场希望说热闹一点 然后所以车队就会比较多 啊可是因为真的是车位有限 啊我真的很诚心希望各道场住持 能够遵守我们的那个开会的原则 啊然后彼此互相尊重一下 三台车就三台车 如果您有多的车子 请麻烦停到我们那个水池下面的那个停车场 是 啊就这样子 然后人员到齐之后你们在热热闹闹的走上天梯 进入我们仙佛寺里面 是 谢谢游师兄 那我们在水路法会都会迎送中期 在中期到我们的仙佛寺 然后带中期回我们各个道场上面的交通上都会 真的会比较堵塞一点嘛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下次大家我们到了总本山参加法会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师兄师姐呢 不要忘记也说一声辛苦了 因为真的是在非常炎热的环境下 要执勤真的是非常辛苦对不对 嗯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在 在执勤这方面交通队这么多年 其实你说辛苦其实我也觉得还好 可是做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 其实做交通队真的是很开心 嗯 然后也希望说加入开心的行列 我们交通队真的也是需要一些心血 是 对因为有些的队员真的是年纪大了 嗯 然后也脚步方便 是 对对对就是这样 在这几年十几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上 嗯 有的师兄也都变成长辈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边呢 也想要请问说我们交通大队呢 在一般我们在执勤上面的正确配配跟服装 会是怎么样 我们要请尤师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交通队的执勤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顶帽子 是 要遮阳 就是遮阳遮雨然后就这样 有帽子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指挥棒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哨子 哨子在我们师姐这里 是 对对 然后再上我们的反光背心 啊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 警示 我们的警示灯 我们会别在肩膀双肩 是 嗯 来方便辨别 对对对 以安全为主 以安全为主 是 那我们在指挥交通上面 会有特殊的动作 还是说 欸会不会看不懂 明明指挥这边走 啊他却往那边走 是不是有特别的 可以跟大家提醒呢 嗯 这个情形之下 其实是 很少 有很多我们的同修驾驶啊 就 从 停车场出来 是说真的 我们交通人员 完完全全不知道 您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 是 然后像你有的时候我们 既然跟你比右边行进 你就转左边 啊也真的呼吁大家 你出来看你要左转还是要右转 麻烦方向灯打一下 是 对 啊然后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 有时候我们跟你比右边 你就要转左边 然后 比你 转左边 然后你又转右边 然后又造成你不开心 啊我也很烦恼 是 所以感觉好像 像我的驾驶技术比较不好 路线都会不知道 怎么开车的时候 感觉好像讲到我自己的状况 嗯下次要多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从停车场出来 我们都会建议说 呃如果回程的话 就不要往 呃我们的长寿向走嘛 对 走另外一个方向 那边是怎么引导 嗯 这个引导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我们的 原则上是在我们的 宋中期的时候 是 宋中期就是像师傅讲的 就是一个 呃左进右出嘛 嗯 左进右出的方向就是 就是从福归国小那边进入 然后出去的话 就是从古丰公的方向 古丰公 对绕一圈这样 就这样子绕 比较不会妨碍到交通 ok 然后在宋中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把路都走起来 是 那重点是 说真的也有 也有妨碍到当地的居民 是 所以在宋中期的时候 有时候当地居民他要通过 嗯 然后我们的 每个道场的人也多 嗯 然后又是一些的 很神圣的一些的仪式也多 是 然后当地的居民 你把他挡住 有的是赶时间 有的要干嘛 所以彼此之间的 呃 有火气会稍微上来一下 那也希望这段起见的时候 各位各个道场的师兄 师姐们 好 耐心一下 是 那也麻烦这 呃听我们现在交通队的 呃指引 好 然后让这个 这个法会圆满 对 谢谢 是 谢谢张师姐 嗯 那在交通大队上面呢 也一定会常常遇到了一些 呃困扰问题 或者是我们自己心中同修呢 开车会忘记 关窗户 关灯 等等的一个情况 呃 因为法会期间 大家都会比较匆忙啊 是 然后再加上我们政府规定说 那个 开车要开大灯 啊有很多同修呢 因为 我们的车子不是新的 不是有什么日行灯那一种 都是要自己手动切换 嗯 所以就常常造成说 大家 停好车之后 大灯就忘了关 是 然后当你已经结束了所有的 行 那个 活动之后呢 回到停车场准备开车的时候 你的车子就没有电了 然后这个也会造成说 我们交通上的一些困扰 因为你没有电 不光 就会找 交通组 是 就说 我的车没电了 可不可以麻烦帮忙一下啊 那我们 有的时候就会 开始 到处找 就电线啊 还是什么 行车 就电电源这样子 来帮 大家服务 啊其实呢 就不光 我们交通组就已经很忙了 啊然后 你们再这样子的话 其实 其实 互相帮忙是不错啦 可是增加我们的很多 的工作量其实 很麻烦 也是很麻烦 所以呢 在此呼吁大家 啊能够那个 停好车子之后呢 就随手的 把你的灯给关掉 是 就这样 所以其实觉得啊 连我自己也发生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也是会很直觉的 就是找我们就近的 师兄师姐来帮忙 那大家在法会期间呢 真的会是比较匆忙 多留意一下身边的 呃一些停车啊 或是等等状况 可以减少掉很多的 一个麻烦困扰 那除此之外 还有在停车场的一个 呃地方呢 会有一些地方 就是已经都已经有 呃 呃 泥令 泥令的一个情况 那那时候是怎样一个 啊因为法会期间 因为我们的法非常的殊胜 有的时候就会 天宫就会来撒进一下 是 然后是 因为我们第三停车场那边的 土地算是那种只是铺 泥土上面铺一些碎石子 是 啊所以有的时候 下雨过后呢 会造成比较泥令的石 嗯 那我们交通组呢 其实也是为大家着想啦 像说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比较泥令 我们就会 指引那种休旅车或者四轮驱动的车子 去停在那比较泥令的地方 啊也请说那些驾驶呢 能够 哎体谅一下 是 因为你的车子比较好 嗯 比较高这种 这种那个 非常 恶劣的那种 环境之下 只有你的车才可以行进 其实你也是非常的棒 啊所以 那个轿车的话 我们就不会 把你指引到那个地方 可能就会把你指引到 比较远的地方 那在我们交通大队的师兄师姐 这样的引导呢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那会依照现场的情况呢 来做一个分布 那除此之外 我们有小轿车 还有游览车 在法会期间 都会各分寺道场 会回来嘛 哎对 那个 各分寺道场 有很多同修都会说 我们就是一起 租个游览车 一起到仙佛寺来参加活动 那游览车 我是希望说 各分寺道场的住持 能够多加宣导 然后请带车的同修 都能够明确知道的 要把游览车指引到 我们国姓驿站的那个 停车场去停放 当你停放好之后 车上有行动不方便的 长辈 或者人员 还有如果你有什么 比较多的东西 像说文书 还是一堆有的没的 共品 共品 那样的话 就请你们带队人员 看你们是要联系 我们交通组 这里 还是说 联系一下那个普桌组那边 因为他们的货车 其实比较大 然后会比较好载这样 是 谢谢 所以在搭乘游览车回来 我们总版三仙博士 参加法会的同修 如果您的行李比较多 或者是法务的东西较多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的交通组 师兄师姐来做联络 我们会有接驳车 一起帮忙来做接送 对 然后在这边 除此之外 还有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门口上的一个管制上 都要特别呼吁一下 对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因为现在是防疫期间 然后我们在参加法会的期间 我们在大门口的时候 会设一个那个实名字一个 有个QR Code 一个防疫站 那就是希望大家是说 戴好口罩 然后量体温 然后这扫一下QR Code 你就可以进去了 这样子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是 然后我也知道 你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做这个 然后就是大家都等待的扫 是 扫那个QR Code 或者是用实名字这样子 填写 对 然后填写的时候会 时间会有delay到 嗯 那也希望师兄师姐 大家就是排好队 多多等待这样子 是 您的体量呢 会让我们的水路法会更圆满 然后在水路法会上 会有很多的义工同修 大家互相的来支持 互相的来帮忙 一起圆满的我们的水路法会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祝福大家福会增长 和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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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